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六人周车劳顿 来到旅馆时已经很疲惫了 小杰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阴暗的房间里冒着绿光 所有人都躺着休息 吉他手小亮听见床下传出声响 便俯身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随后小亮又看见通风口处有一团白布垂下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亮将白布一点一点地拉了下来 白布拉下后 通风口的挡板也随之掉了下来 见挡板掉下 小亮拿起挡板 想把它按回去 就在这时 通风口处出现了一双阴森恐怖的大眼睛 吓得小亮惊叫出声 小亮的叫声吵醒了众人 队友阿喜走过来问小亮发生了什么事 小亮一言不发指向了通风口 阿喜顺着小亮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阿喜也看见了女鬼 两人相互依偎 恐惧地退到一旁 鼓手小沈见小亮和阿喜那一脸怂样 在旁边打去两人 但当小沈走近一看 却发现女鬼绿油油的鬼脸 三人惊惧地逃出屋外 另一个队员小林胆子小 便随着三人跑出了屋外 主唱小红却是一脸猛逼 从睡梦中醒来的她不知道发生什么 见大家都跑出去了 小红看见通风口被打开 就和小亮一样想把挡板上回去 女鬼再次把头从通风口探出 把小红吓得一机灵 赶紧叫醒熟睡的小杰 拉着她的手逃了出去 而旅馆门口却有惨剧发生 先逃出来的四人想开车逃走 小亮刚要上车 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小汽车撞倒在地 众人匆忙地拨打急救电话 将小亮送到医院 小亮被推进手术室 最后还是抢救无效死亡了 一行人坐在椅子上 为小亮的离去哀嚎 一个小女孩来到他们面前 叫他们带自己回家 还递给小杰一张照片 说那是他姐姐 小杰接过照片仔细一看 发现照片上的赫然就是酒店见到的女鬼 然后小女孩自言自语地讲起了故事 姐姐是一名妓女 她被雇主在旅馆残忍杀害 雇主将她的头放入通风口内 身体藏在床下 说完小女孩就不见了 众人却是后背一凉 浑身冷汗 第二天一早经小红提议 众人来到寺庙 给女鬼念经超度 庙里的和尚在他们离去时 告诉他们 女鬼已经缠上他们了 他们是摆脱不了的 结果正如和尚所说 乐队的人一个个都意外死亡 只剩下小红和小杰 两人为了破除诅咒 来到女鬼生前的家 他们发现 女鬼家的关系并不像表面的那么融洽 实际上女鬼的后妈很是歹毒 经常虐待女鬼和小女孩 就在两人开车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小杰当场毙命 小红凭借一指爬出车子 打电话报警 电影的最后 在警局里警察为小红录口供 忽然口供式灯全部熄灭 小红被女鬼上身 她将邪恶的双手伸向警察 本篇别出心裁 一反过去击凶及安慰亡魂的套路 将诉求拉高到社会控诉的层次 令人印象深刻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